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香香美食栏目 小飞的今天是被导演 直接就给带了出来 带出来之后呢 发现哈 小飞现在是在受刑 你知道吗 遭受折磨 大家前往那场看 你在干嘛呢 你干嘛呢 你撸啥串呢你 这俩人饿得要死啊 你知道吗 那他还不那了 那他把年了 咱俩的啊 对 那咱俩咋分道 我三你 不对啊 先不快 咱俩没的 可以啊 带你们来进 除了因为在外头 待了一会儿 稍微有点凉是吧 没比较什么不好的 给 干了 先好就吃这个 不是 点碗上吃肉啊 这个不是肉吗 这你都满足了 哎哎我的飞哥 这个 走走跟我去 owski去 这已经不错 连灯都不给啦 啊就这样 太过分了现在 必要是在 这是酒啊 你随意喝 就拿着这个 随意喝 导演 你干了吧 赶紧快点 还没了 还给你弄好 快点 让我转着我转着我转着 送错人了你知道吗 到餐了绝对有去无回 我陪你 陪你 啊 今天一会我给你再倒里 这啥最好吃 牛肉啊 牛肉 对 羊眼也很好吃的 羊眼 对 还有啥 羊眼不多少炸糊 炸糊糊 牛炸糊糊 也很好吃 这吃涮锅基本的 我一点都不意外 我一点都没有觉得有什么 情绪上的波动 你知道吗 然后 再来 再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再来 你还给啊 给 来来来来来 带着筷子 来 飞给你 让它吃着 让它吃着 咱聊咱的 来来来 这羊肉 羊肉串也很好吃 不是它 它不是涮锅吗 怎么还有一样 你看它有个烤羊肉 它有烤羊肉啊 门口有个烤羊肉 来来来 尝尝 你还要吗 就是把你拿住 不用了 你来一串吧 来一串 吊瑟 来给你 尝尝吧 真的很好吃 对呀 咱不知道采访的嘛 今天是不是吃饱了 再干过 对 是这意思啊 吃饱了再干过 经济实惠肉鲜嫩 经济实惠肉鲜嫩 口感好 口感一样 这桌上 我觉得我除了那个生菜叶子 还没有人给我让之外 基本上其他的种类 全都让完了已经 你知道吗 这手呢 还有不像果巴呢 好多远都来他家 吃他的烤羊肉串 是吗 他的羊肉串特好特好 所以他涮羊肉用的 也是一样的肉 一样的肉 你看我们已经涮了 三斤羊肉了吧 站到底儿 你看这上面 都没有那种沫子 他手切肉的厚度 好像就会比平常那种 要厚一些 应该很好熟啊 感觉 涮了没几下都已经 一边颜色都更 老爷 站下家 你别说 但是他这个涮出来之后 你觉得他感觉就会 更薄一些 哪说说 你赶紧现在矿了 咱搜吧 不要拽我 我搜了 我觉得这是最地道的 涮了之后 这个非常润滑的那种感觉 不柴 然后我今天看了菜单我才发现 它这个羊肉还不贵啊 它是按金属充的 很少有就火锅店都是按份儿的 按份儿走啊 按份儿走 它是哎 你又四十多万一斤 咱自己买一斤 差不多就能夹下来 这是谁啊 基本上我上海不吃就这样了 好几份儿了 这个算谁的 这是他店的 算他们的 对 那个头头片也算您的 对 它这种肉下到锅里面之后 煮的时候会散吗 不会散 我不信 不信 咱吃了再说 还真的是整片的 所以它这个有那个山味吗 有一点点吧 样肉都是有山味的 不种这个山味 但这个就是涮货之后 再吃也就一点味没有 它这点丸子 牛丸子它们自己做的那种 这丸子和咱们的 咱们自己家做那种还不一样 就像晒了腕子差不多感觉 下锅的猪肉比较好吃 你吃起来口感什么样子 吃起来就是里头有肉 有筋筋的那种 一锅 一碟 一盘肉 或是三五好友 或是全家聚会 再或者是一群爱吃的伙伴 简单的涮肉形式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带来的不仅是嘴巴上的满足 更重要的是这温暖的氛围 而爱吃铜锅蒜的人都知道 在蒜菜吃肉的同时 不仅可以免具一身的火锅味 而且还减小了火锅燥辣 带来的烦恼 当然如果说到这里最大的不同 那就是这涮肉 不论是手节的厚片 还是机器的抱卷 店家的态度都是论金称 对于爱吃肉的小伙伴们来说 是不是很任性呢 这个在这就没人管吗 没人管啊这 谁又没人管啊 我在这干啥了 看看有豆了 手切肉都是从您这出来的 对啊 咱用的肉是哪的肉啊 因为老家的 原样老家山羊 山羊肉 为啥选山羊肉啊 山羊肯定好吃论 这些都是算是那个鲜羊肉是吗 对啊 要收钱了都收钱了 就是娟老爷子自己牙肉自己钱 我能耗得起来不 哎呦 没有没吃完呢 好不对 哎呦 肯定没吃完 没吃呢 呃没劲儿来 哎呦天呐 哇真的 你钱给羊肉吃的 哇这属于那个算是羊肋条的那一部分 啊是 其实我刚才采访当中有一个细节啊 他们说咱这儿肉啊 算钱的话不是按份算的 按斤算吗 是 一斤多少钱 一斤48 一斤羊肉48块钱 啊 哇 其实你要真是说从这种状态来看哈 米片肉差不多就有一个亿元硬币的厚度了 基本上 这是一份了是吗 我一成了你看看 哦对 它是 差一点 它是要撑的 嗯 一斤 一斤 多一点点 多一点点是吧 五十块钱 哈哈哈哈 这是大概就是48到50块钱左右的一份羊肉了 啊 啊 我来盖吃肉了 哈哈哈哈 吃了就吃了 咋了 啥 锅都准备好了 锅都准备好了 这边想吃啊 有锅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怎么吃啊 锅呢 那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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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都啊 那个 你好 你好 能拼个桌不 可以啊 我就直接 端肉就入伙了 来 来 来 我们有一个那个最重要的环节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是吗 好 你们听着哈 要理财找光大新客户有专属的高收益项目 本栏目特别感谢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号的大力支持 同时还要特别感谢名门之秀五粮春酒 对半栏目观众相比的大力支持 它涮起来会特别快 不会让人等太久 对 嗯 基本上也就是 熊切的吧 嗯 比较比那个机器稍微 还是厚一点香一点是吧 那个机器特别薄 对 没有嚼头 那个味道好像都出不来那种感觉 就没有嚼头 嗯 也没有那个 哎呀 你看这样子吃哈 你看大家伙都搂着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不敢不敢下筷子 哪跟我一样啊 只管自己吃啊 哈哈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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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都端着肉这么诚心来入伙了是吧 哎 再蘸个料吃哈 嗯 嗯 这个蘸个料吃又是一个味道是不是 嗯 又是一个味道 感觉会完全不一样 嗯 嗯 要不蘸个料吃又一个味道 嗯 蘸个料不蘸个料吃了两种感觉 对 味道也很足 对 而且呢 不会让你觉得就是很咸 这个很关键 对 对吧 咸淡是说 挺好的啊 这个 这个味道 都讲究一个不要吃盐吃那么多 大家缓吧 现在反正是天已经凉 那天 不是凉了 天已经冷了 对吧 很冷了 所以呢 来到这儿热热乎乎的 吃顿饭就可以了 跟自己的亲戚朋友家人一块来吃 你这三样你都不算 你知道吗 你可以走开 哈哈哈哈 你打祸我也打祸呀 你打啥了 我 你就打张嘴吗 我能说 他们就打瓣肉吗 对 打个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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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杠子扎在这儿 吃好菜啊 每个看好 吃好菜 吃好菜 给 看这俩子人呢 您念出来 念出来生效 免丹 再来两个肉 大家好 欢迎收看香香美食栏目 这天说句实话 已经真的是外边站不住人了 你知道吗 你看这条街上就是跟平常 然后那种熙熙攘攘 人来人往的场景 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不行 这手得缩回去 然后就今天这样的天气导演说 让出来拍一个类似于当口的地方 你知道吗 你就能行吗 买肉臭吧 就能呀 其实是有仇 我跟你说 今天来到北顺城街 要探寻一家很有年头的牛羊肉老摊 是这儿吗 这是卖肉 这是什么 这酥肉 这是肉丸子 对 刚炸了肉丸子 可以撑着吗 不用吧 这是 这是刚炸好的 对对对 你说的是那个吧 在里边 在里边是吧 你们这是一家吗 这是什么呢 从那边开始到这边都是你们家的 对呀 连鲜牛羊肉 连鲜牛羊肉也卖 对 然后酥肉也卖 牛肉丸子也卖 一条红啊 从生到熟 对不对 全都有 你好 想吃啥有啥 是买什么这是 买肉呢 买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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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慢点啊 我现在已经知道 有牛肉 羊肉 羊肉 羊肝 对 还有啥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羊头了 都是新鲜的 还有牛肉 你是 我们都经常来买 你不是店里人哪 你背得这么熟 好吃吗 我还以为能背个罐口出来 你知道吗 背试不用背 背试不用 听听吃啊 你在这吃多久了 吃好久了 好久是多久 两年了 您吃多久了 我吃继续念的 我 高下立判 那没事 我大学没在这儿 最喜欢来这吃什么 对对对 我最喜欢来这吃的牛肉啊 还有那个羊蹄 羊杂啊 都很好 牛肉 羊蹄 羊杂 对 关键是 还便宜还好吃 便宜还好吃 肉多不多 肉 你看那个 你们看吧 自己看 牛肉啊 牛肉 是是是是 你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你知道吗 你看上面那个牛肉 那么大块的 然后上面那个筋 特别多 口感更好 吃下有嚼劲是吗 不腻 还不腻 吃的多也不腻 多了也不腻 可以尝尝吗 切一块可以尝尝 塞牙吗 不塞牙 口感可好 确定不塞牙 对对对不塞牙 要塞牙我早就不过来买了 是吗 尝一块吧 牛肉多少钱一斤 牛肉六十一斤 六十一斤 这两片有二两吗 一千 万一是吧 万一要付钱怎么办 每天 导演你来尝吧 这活我干不了 你喜欢吃点什么 我喜欢吃点羊蹄 羊蹄啊 羊蹄啊 羊蹄 羊蹄不好啃啊 好啃 呀DADDY是吧 羊蹄好吃 好吃 麻辣的还是五香的 麻辣的 口味还这么重 嗯 这除了羊蹄好吃 您还觉得什么好吃 牛肉 就是这个是吗 嗯 你说这意思是 你唱着 我那份给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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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现在带筋的 不用再歇了 不用再歇了 我刚才吃的鸡板 很多都是带筋的 对 带筋的 嗯 真的很香哎 有嚼头 嗯 刹那刹那 刹那刹那 你就是为了证实一下 是吧 嗯 刹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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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呢 刹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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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 煎牛羊肉賣三十五年了 那這個熟食呢 熟食有一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就是我老闆自己熟的肉 誰是老闆娘 我是老闆娘 三萬多老闆 咱這品種總共多少種 品種有三四種吧 二十六樣實上各種種有 想吃什麼都有 是吧 同蹄到腦 對 從頭到腿 從哪一長都有 尾巴有嗎 有啊牛尾 真有啊 這有 羊尾 這是羊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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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羊尾巴 這是啥呀 這是羊蝎子 羊蝎子 熟的羊蝎子 這個能嚐嗎 可以嚐 在北一塊兒嚐一塊兒 一會兒正要算錢 你怎麼辦 我出來看看 他把你夾了呢 哈哈 哈哈 哎呦 嚐嚐 我看見裡邊這骨髓了 你看見沒 嚐嚐嚐嚐 多少錢一斤啊 羊蝎子 三十一斤的羊蝎子 然後六十一斤的五香牛肉 對 是吧 最貴的是哪一種啊 最貴的就是牛肉 也不貴 啊 這個牛肉隔十檔 在市場找不到的門 是吧 瀑一份兒了一雞把算是 對 我家人幾乎都是瀑一塊 瀑一塊 那咱滷的話是在哪兒滷的呀 滷了在家嘛 在家裡邊滷 滷了 滷好之後就直接 直接就吃出來了 是在一個鍋裡滷嗎 不會啊 七八個鍋嘞 那麼多 對呢 一天中多 還有兩小鍋十個鍋都 十個鍋 有十個鍋 對 然後就這樣滷這些不同的東西 對呀 真是注意我啊 好吃吧 雞腿 那好吃的一道菜就是 您剛才說的倆字叫啥字 叫雞腿 哦 雞腿啊 叫雞腿 哦 我聽成 我聽成雞腿了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肉還蠻多耶 你看 這就直接就是老實客了吧 到這兒之後 二話不說 直接我要什麼 我很清楚 你知道嗎 七八十塊錢的 七八十塊錢的 那也算是老客了是嗎 是是是 在這兒買了有多久了 呀 那好多年了 肉 可以說都得有個十幾年 那可有 可有啊 平常來他們這樣都愛買什麼 就看 你買它的牛肉 嗯 買它的這個雞骨 嗯 都都喜歡的 它牛肉吃起來什麼感覺 很好啊 很好啊 它這個牛肉很好啊 不切不切 不切 你又往餡去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現在沒有這樣子的 我現在我采放你了 我得 我得趕快去買 哦 我也是買肉了 對 都是買肉的 哈哈哈哈 它這牛肉吃起來 口感怎麼樣 口感很好 口感很好啊 口感很好啊 我也心中不出來 心中不出來 就是好吃 就是好吃 所以說都是 我是在 快到北方那地方住了 不是從那兒 轉門來買牛肉 哦 就為了來他這兒買點牛肉回去 是吧 哦 好嘞好嘞 好嘞謝謝您 天哪 我早知道的話 我們就可以拼車來了 哈哈 我們也從北方來了 這家王季星光小區鮮牛羊肉店 這家王季星光小區鮮牛羊肉店 已經經營了三十五年的時間 而經營熟識的年頭 也近二十年的時間了 能在鄭州清真一條街 北順城街上 立足這麼長的時間 老闆告訴我們 就一個圓印四個字 真材實料 嗯 這個牛肉啊 它像筋身特別多的 但是吃起來肉很有嚼勁的 而且呢 牛肉本身哈 裹得特別的透 入味入得很好 基本上你不會有那種 特別柴啊 或者怎麼樣那種感覺 而且不會塞牙的那種感覺 它那個料味啊 有 腳外在手 嗯 嗯 啊啊啊 罵得捧不來了 哈哈哈哈 它那個料味啊 它是有一點的 但是這個料味和牛肉本身那個香味啊 它是相輔相成的 並沒有說 哎因為有那麼多的料在啊 然後又裹了牛肉本身的味 然後你會覺得那個 料味會特別重 其實並沒有 而且這個吃起來 你會覺得很柔很舒服 你好 嗯 尤其是那個裡面的筋啊 哇那個嚼勁你知道嗎 會讓人覺得嗯 很過癮的 嗯 很過癮的 嗯 嗯 嗯 菜死我了 哈哈哈哈 標白你先來 哈哈哈 啊 羊肉吃起來很嫩很軟爛 滷得很透啊 就連裡邊的這個 這水啊 吃起來特別特別的有味道 而且呢 一點都不會覺得膩啊 其實這個地方啊 像他們家這些 特點的話 一定是品種特別的多啊 不管是牛還是羊 從底而開始一直往上水 一直到腦瓜底 哈哈哈哈 各種各樣的全都有啊 所以呢 品種多大約四十多種啊 然後基本上就是 你想來吃哪個都有 都可以來吃 而且味道呢 有些是有五香的 有麻辣的 你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來選嘛 呃 位置啊 位置是在這個 北順城街 中間啊 然後呢 這兒有一個叫做 星光小區啊 就在小區這個門樓的底下 如果說您是 比較好這一口的話 您就可以來這兒啊 來品嘗一下 等一下我再去拿一個吧 你們 可以吧 好 把錢敷了啊 哈哈哈哈 已經想做牛排骨想了三年了 美國煙燻烤肉 在他們家的煙燻肉裡面 本來就是豬肉 牛肉 雞肉 它裡面那個油花必須要好 因為煙燻這個過程很特別 它製作時間非常久 讓肉自身的香味 來發揮它自己的好 果木它產生煙的香味 有非常非常多種化合物 煙燻了八個小時之後 整個所有的肥油 全部化在這個筋肉之間 只有煙燻肉 它才能把肉做成這樣的口感 這幾年 鄭州的西餐廳層出不窮 印度的 法國的 義大利的 西班牙的 無論大眾小眾 都能找得到 而開在藍寶灣的這家美式餐廳 卻在眾多同行的包圍中 獨樹一致 楊女士 Zach 他們沒有給我中文名字 他們只叫我Zach 我當初是在朋友的酒吧認識 我的好多朋友都在那邊玩 所以我就去那邊背課 她在旁邊的掃描 我跟她說你好 然後我不會讓她 到現在 沒有 我今天要認識你 最開始是正大的老師 對 但是她不喜歡教書 後來我們兩個 就一起開的路墊 我一開始想法比較簡單 就是一個 美國南方煙燻烤肉店 烤肉對於美國人 那可是真愛 據說能讓他們 耐心排隊到一小時以上的 除了黑舞和星球大戰首映 恐怕就只有去吃BBQ了吧 但在美國的南部 尤其是德克薩斯州 和Zach生活的佐治亞州一帶 BBQ還有一種非常特別的做法 因為在他們家的煙燻肉裡面 本來就是豬肉 牛肉 雞肉三種 一直以來牛肉這個問題 就沒有解決 沒有找到非常合適的肉 所以一直沒有辦法上 別看Zach的BBQ 已經開了將近五年 但由於煙燻的特殊環境 市面上的牛肉 其實大多是偏瘦的 都不是很適合 最困難的就是 找不到很多原料吧 我們試過非常多次 試過國內的牛 也試過其他澳洲的牛 包括甚至美國剛剛開放 進口牛肉的話 我們都試過美國的 品質也層次不齊 所以說那會兒的話 依賴淘寶比較嚴重 但是關鍵問題是 淘寶的話 那會兒的運輸不像現在 那幾年的還沒有這麼厲害 如果自己在家 小打小那兒做一點 這樣肯定可以 但是你只要一旦進入批量的話 那首先運費 包括另外一個週期 太過分了 所以當時有很多菜 沒有最終形成一個 在店裡的菜股 最近幾年的話好太多了 2.5 2.5 你選擇的菜股 或者是一個大小的 對 我做的 好 為什麼選安哥 是這麼好的級別的肉 是因為它裡面那個油花 必須要好 因為煙薰這個過程很特別 它製作時間非常久 它雖然不見明火 但是它一直有煙 如果說它這個油和這個瘦肉的肥瘦比 它不好的話 那麼可能就會特別柴 每次放肥瘦都可以倒入 我都可怕 因為有一次我就說抖了一下 就下去一次 它就不均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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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樣 你看我把它轉過來 你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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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感覺到它是油的 因為有時候它會變得 你不想要它變得 不然 它就不停了 那其他部分也會很棒 你選擇這麼好級別的肉 讓肉自身的香味來發揮它自己的好 香料是非常非常次要的 它只是一個輔助 我們本身那個果木 它產生的這個煙的香味 有非常非常多種化合物 已經是在這個肉的裡面和外面 非常多的包裹 所以它本身就非常香 而這個牛肉本身的那個 油花的香味 滿口的牛肉味 這個是不能被任何 我們習俗最開始一年半的時候 連中午都不開 所以那會兒最主要的菜品 就是燕鮮肉 做起來特別麻煩 這是一層皮 就像牛肌一樣 韌度太高了 腳不懂 所以我們就把它吃掉 美食BBQ裡面講就兩個字 就是low and slow 就是溫度低 然後慢慢來 因為每一個爐子是有脾氣的 有的爐子它可能這邊熱一點 有爐子可能後面熱一點 那麼你不停地 要根據這個爐子的脾氣 你去換這個架子 爐子裡面要保持一定的濕度 然後一定的淹度 整整的六七個小時中間 人是不能離開的 他這個時間的把握 對於任何一家BBQ餐廳來說 都是特別特別關鍵的 在時間上面 你半點懶你也偷不了 你在時間上 稍微偷其許巧一點 肉的反應就是 我不給你好的口感 所以你一點偷工減料 或者說是可口時間都不用油 它是快不來的 它的這個肉 然後它烤完之後不乾 而且比較juicy 它醃完之後又不會特別鹹 然後它配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沒有sauce 然後他用這個lime 然後用lime又能綜合 它的那個smoke那個味道 我感覺又不會很膩 別看現在這家餐廳 這麼受歡迎 但對於精英 但對於精英 夫妻倆其實一點經驗都沒有 到目前為止 Teresa都還是一所高中的英語老師 而在開店之前 Zak也在大學任教 還沒出口 對 它點汁沒有汁 因為當時早 當時是四五年以前 然後一二年一三年的時候 鄭州基本上 老外也相對少一點 然後呢 但是大家都覺得 就是好像地道吃家鄉菜的地方 不太多 他做菜本來就挺好的 然後呢 我們最開始在家裡面做 最開始那會兒吧 圈也小 然後呢 雖然那會兒也都基本沒有 但是大家就電話呀 短信呀 然后非常简单 就在联系上 就你叫一个叫 因为那会儿一说 谁家有这个东西 那天哪 就是从大西郊都会跑过来 从新的龙湖那边 它都会跑过来 I'm from Chicago, Illinoi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always come to Zacks like me and my friends always come to Zacks because we love the atmosphere The food is the most delicious in Zhengzhou And we can always find new people to meet here New foreigners, new friends Tonight we're here because we're having a girls night And we wanted to come and have a few drinks And have a little fun So that's why we're here tonight Origin I'm from Brazil I've been in China for almost 11 years And the reason I'm China For work I still here because I love it I love Chinese people I love Chinese food I love I have great friends here And Teresa's one of them Love them That's why I'm here See, friends Being China for so long My life is our friends And when I have a place to meet them It'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iming That's why I like to be here It's cozy, warming And fun sometimes Like tonight today This is pretty good 我两个看他喝到最后都喝到这儿 奶油还在上面 然后就夺过来 拿西方把他奶油搅进去 然后他就把这个放进去 这是你一开始就想做这样的勉强 最初就想 好多人想弄那个工作的信息 或者有一些学校想招外交 他都没用招外 马上很快多 所以他就 我就定了多了 我刚才弄一个图板木板 然后他就定了 结果一弄的话杀不住了 他就开始弄了 挺好玩的 确实是很多的朋友都提过 就是说一走进来 就感觉好像 就是忽然之间 可以把自己是 外乡人的这个事情给忘掉 因为他会在这里面 遇见非常多本国的朋友 然后也会遇见过外国的朋友 但是他退下来之后 他喝的酒 他吃的菜 都能让他想起来 家里面的感觉 至少有这么一个空间 让他感觉到 我也不是在这儿飘的 好像我有个地方可以去 经过四五年的积累 小店现在已经走上了正轨 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合伙人 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老朋友 但Zack和Teresa并不满足 因为他不是专业学习参业 我也不是专业做参业 我是个老师 然后就是所有东西 是全凭了一股的热情 和他的手艺 其实我就觉得 就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特别特别特别幸运 到现在为止 我老公从来不敢说 自己是厨师 他就觉得自己 一直要保持一个 比较谦虚的一个心态 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要学 我有太多太多 管理方面的东西 然后市场方面的东西 我全部都要学习 所以作为一个 半路出家的人 一定一定 肯定要一直保持 不管你做得好还是坏 一直保持一个 学习的心态 尽量让自己 更加专业一些 把我们能做到的做好 然后把我们烟酸的 这个特色给他做好 提起宇宙美食 可能你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红薯粉条 两份火烧 但是宇宙的美食 真的只有这些吗 作为孟韩的老家 根据他的回忆 记忆中的美味 明显不止这两样 今天我们就听到了 一个新东西 叫锅壳膜 终于我们在一条小道里面 发现了它 我长这么大 我第一次见这个字 是这样写的 当地的香音 就叫锅壳膜 就是这几个 锅壳膜 我看一下 是不是我想要吃呢 这个好像还真的是 我小时候吃到的这种膜 它有一个辨别方法就是 这个膜的一面是白色的 滑滑的 然后能把这层皮给接起来吃 另外一面就是这种 给它炕在一起的 对 我小时候见到 那个是比较大的版本 旁边我看有一个大的锅 就是用来做这个锅壳膜的 这个锅嘛 你看现在现开我还能看见 您这是早上做的像贴的印子 你们看 打掌一样 你看 放到这儿就这么大个 还有印的你看 锅壳膜是宇宙顺铁镇的特色之一 平时一般搭配着顺铁镇的另一特色 杂克一起吃 但是也有时刻表示 这个东西敢吃就很不错 走到家就吃完了 这也是够兴急的 但是我就不明白了 这光溜溜的一个馒头 这干吃能好吃吗 对对对 我小时候吃这个就是这个 你看它是里面有一层一层的 而且你把这个其中的一层给它 你看撕下来吃 特别软 软到发虚 但是嚼的时候还是有点津津的感觉 细看上面会有这个大料的那个末 你看这个小黑点 看到没有 就上面 你结末一般你看这个人末 不用韭菜你吃 刚出的这种 不用韭菜你帮你吃 不用这铃铛它有味吗 那肯定啊 里面你看咱辣椒有点红油 烟 无聊 里面还啥一辣 不一样都有 现在这个店墨很少了 很少了 基本上都是无人煮的 我是娱乐式年转的 留到词里 这个家串的 做这种过海料 店墨一天都有了 就行李一天都我听了 干凉 实际上听完夜说的 我也不讲完夜 就是这 听到时候 在一天心中大变的时候 才有点磨 这磨就是咱说的 它面刺激 磨刺激 它都给咱弄了 火上了 烧饼取得很 你吃牙火上 不定得有这 想做成好的锅铁膜 首先 这面就很有讲究 吃一面 无几面 天使要它瓦这块 一晚到夏天了 一个多小时瓦 冬天都是两个小时瓦 这面东西 瓦开嘛 你整整磨了 你面不瓦 它整了整磨就不适 一磨四两了 这一瓦十五瓦 就是六几面 他们终于给它六几面 长多少煎 长多少酥辣粉 让它肉 它肉开了 那时候觉得咋办要死 你死人家拍到咚咚咚 那声音就死了 什么咋 你用手拍一下 听声音 一拍一下 那声音到咚咚咚 那都行 面死了 听着拍死瓦的声音 咚咚咚咚 那种声音 你要拍到咔咔咔咔咔声音 在面里加入老面头 进行一到两个小时的发面 然后再放入苏打粉和碱面 进行醒面 这样做出的膜 才能韧劲十足 同时饱满软骨 面清凉以后 那就是 刚才用的 油膜 四凉 这种四凉的面子 都是一般的 一锅十五瓦膜 所有用的面子 可以用的干肠干 干凉以后 往上买干肠的 拖延性的 真吃啊 拖延性的 真不好吃啊 往上摸油 撒烟无聊 做磨的时候 先把面用小杆杖 擀成片装 然后抹红油料 柴师傅做的磨好吃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刷了这层 用祖传秘方 配置的 红油大料 小茴香花椒等五种香料 打成粉末 再和红油混合在一起 刷在擀好的面上 这样出锅的锅铁膜 不用夹任何菜 拿起来就能吃 这五种油铁膜 铁膜就缠到一块了 开始抹 抹了以后 撒一眼 撒一眼 转到转到转 整个锅铁膜 又抹了转到转 转到转到转到转 铁膜就粘了 有磨合 好几步 磨了以后 把海带用了小杆杆海带的 加上模型 一面软一面的脚 还有这一头厚一头不 这中间你干净吃了干凉以后 你这是用那手张 往中远远 远一个磨 一头后有个锅 比远一个小磨 磨一半是挺好吃的 对 你水这么磨 大磨 你要离得肯下了 那水一滚 怕它磨了 不湿路 不湿路 它水都磨了 它水都磨了 就它整整磨 整整磨的时候 你是不是让锅铁膜水 这个没意 铁的时候厚子在下 锅的一端在上 这么做是为了考虑铁膜位置不同 受热程度不同的影响 我锅铁必须要锅烧热 你有谁 我们塞住了 我撒香 我有钱 才是用热 你要是锅铁膜也夹掉了 铁不铁了 不用锅铁膜 又啥了 不用锅铁膜 也不让锅铁膜 放锅铁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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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十来分钟 锅铁膜就可以出锅了 来吧 赶紧趁热尝尝铅 哎 你看啊 它这个锅壳膜呀 有一个特别扁形的特征就是 在做的时候摁的那个坑 你看 现在做熟了之后就特别明显 你看 一面光滑的 像这样你看摸上去 就特别特别的滑 像是咱们吃的那个馒头 最外面那层光滑的皮的加厚板 另外一面呢 就是这边炕出来的特别焦特别硬 嗯 闻着就特别香的味道 第三个特点就是 它其实不是那种均匀的厚度 你看从这儿能看出来 这边呢是薄的 这边是厚的 开着是那种闷闷的 其实你看 看到没有 这块因为它是炕出来的 你掰一下啊 你听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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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 有没有 嗯 好香啊 表面光滑肉韧 久起来吃很有嚼劲 而反面却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它其实里面是因为有几层嘛 你看 这光滑的这一面就特别软 是一层皮 我们小时候吃的时候 也会这样子分两边 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那一面 先去 下口 挺挺着生意 嘎嘣脆 这种恰到好处的交互 总能激起我们紧实的欲望 闻一下这个味儿 就是淡淡的料粉的味道 放了一些盐 然后呢 裹着这个面特别的软 可能很多人吃这个发酵的馍 一般都是吃那个馒头比较多 但是它这个锅壳馍发酵 这边软软的要比咱们平时吃的那个馒头 要更扎实一点 因为它用的面比较多 也没有那么虚 但是吃到嘴里真的是筋软筋软 就是它有这个层 一层一层的面 你这样叠着吃的话 好像你压下去的那一下 哇 我觉得要比馒头啊 就是有嚼劲多 柴师傅说 一锅只能蒸15个 一天忙活下来 也就能蒸600个左右 而且柴师傅说 这种锅做起来费时费力 他们家做锅客模 主要也就是让店里吃杂克的客人 配着吃 所以不管生意再好 他一天只能卖这么多 很多顾客来晚了 就没有磨吃了 我平常有谁要哪里吃 就一盒葱 就一盒葱 我好吃葱 不用磨大脚油 不用它的鲜 我现在给你展示的就是 十几年前的梦寒 就趴在人家的小摊上 我跟你说 这个锅客模有一个 给小朋友的童年 带来了很多美好回忆的地方 就是这一个饼 这边硬的部分 我们一般是喜欢抠着吃 就这样掰成一块一块的 像吃零食一样 这边呢 因为它比较光滑 有一层一层的 我们是把它给折下来 就是撕下来 然后卷着吃 剩下的这些 可能就最后就着菜咬着吃了 反正可能 帮大人买这个磨 没走到家门口 可能一小半已经没有了 就是这样 味蕾深处是故乡 你的家乡有什么独有的美味吗 欢迎通过香香美食 微信公众账号 向我们提供线索哟 蛋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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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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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やさしいあんたんご 少し夢見がちな月見蛋糕 おすましごま団子 よつごくし団子 みんなみんな合わせて 百人家族 赤ちゃん団子はいつも 幸せの中で 年寄り団子は目を細めてる 仲良し団子手をつまみ 大きな丸岩になるよ 街をつくり団子星の上 みんなで笑いあるよ うさぎの空で手を振って見てる 世界お月様 嬉しいこと悲しいことも 全部なるね もう一人以外你說 それがrixと言うことがないよ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